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那这里是一个经典的问题 就是一个长方形 给旁边这三块面积 球里面 那平常的题目都给数字 这道题就给ABC 你这时候就不能用凑的 而是要把这个代数式把它写出来 那这个面积呢 现在是A 然后这个是这个B 这边是这个C 那我们要来解这个边长 要解 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对这道题呢 我们就需要设位之数来解 首先我们先假设这段是X 那这段呢 就变成什么 2A除掉X 接着呢 再来设这段是Y 那这段就会变成 那这一段就是2C除掉Y 因此呢 QC的长 就是S减掉Y分之2C 那这里呢 Y减掉S分之2A 接着呢 就利用这两个边长跟B来列式 所以呢 我们会有X减掉Y分之2C 对 再乘上 Y减掉S分之2A 好 等于这个2B 好 那接下来把它乘开 XY 然后呢 减掉 这边交叉项 只会剩下2A 减2C 再加上 XY 好 这边是4AC 好 那这边2B也和一样 减2B 等于0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设SY是T 就会变成什么 T平减掉2倍的A加B加C 好的T 然后再加上4AC等于0 就是说设SY等于T 那T呢 就是这个长方形面积 那接着呢 我们可以来做个配方 T减掉A加B加C 整体的平方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会补个A加B加C的平方 对 然后再减掉这个4AC T减掉A加B加C 其实就是里面这三角形的面积 因此三角形APQ A加B加C的平 A加B加C的平 减掉4AC 此题的关键呢 就是假设这个长方形的边长 通过列方程 解位之数 就可以得到这档案